你在这成长一路进化的过程中 有谁对你而言是影响最深的人 好多人 说实话 对 我感谢很多人 一个像我们最早我做医药咨询的时候 带我入行的老前辈叫郭伟 郭先生 David Cole 他其实是他自己开玩笑 他父亲是原来是陈城手下的大将 然后他是属于是跟他爸爸一起 他们叫淘台 十几岁时候跟着爸爸一起逃到台湾 然后高中没毕业跑到美国去上学 那么人 然后后来又回到大陆 帮着法国的最早一个企业 在中国建了中国的第一个合资药厂 这个是他建起来的 所以是医药企业的老前辈 然后他找到我们 因为当时我们在做咨询 他找到我们 包括我们开国际会议 他就意识到找到我们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他一开始问我 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想跟你合作 因为他主动跟我合作 我觉得受宠若惊 人家老前辈那地位对吧 对对对 为什么跟我合作 然后我们就猜了 我们是不是我们还够勤奋 是不是我们还算不傻 对吧 有点生命 然后后来人老先生说都不是 因为你们年轻 就是说这十年之后 对吧 你的竞争对手都要退休了 你还正当年 那是 所以就是说我后来就提会 确实很多事就要趁早 早入行 对吧 抓住最早的机会 你看别盖茨为什么起来 因为软件起产业刚起来 说别盖茨就进去了 对不对 所以年轻不怕 年轻很多时候 在一个新兴领域 不是劣势 是优势 对吧 因为新兴领域 我熬年头 等到十年之后 你都退休了 我正当年 对吧 所以当时我们也是 有点小机遇 就是医药咨询 当时是个新兴领域 我们是最年轻的 所以好多人 包括后来我们做电讯 田思宁 田先生 老田是当初是小网通的CEO 当时我做电讯 人员 我们做了些研究 对运营怎么做 没有研究 这之前当时华为有一篇文章 就任正非一篇文章 叫华为的冬天 写得很好 但是他主要是从管理角度去反思 就是有点像贝索斯讲 永远是day one 不能松懈 但是我们当时研究的是产业 研究的是市场 所以我就写了一篇 叫电信的春天 就是说从产业角度 其实是春天 其实不是冬天 其实要想办法扩张 要看到未来机遇 没杀住一下写了二十多页 然后像个小报告一样 暂时是个文章 然后里面也引用了很多数据 讲电信产业的发展 后来老田 我本来不认识他 老田觉得文章很好 一下把文章 发给了他们小网通里面的 所有的中高层 所以一度我去小网通的时候 谁都认识我 然后也约我一起聊天 就变成了好朋友 我们就略想未来 老田是一个非常有vision的人 包括后来中国的云计算 什么的 包括宽带 都是他在推动 所以给了我很多的支持 也使得我们真正的下距离心 在运营产业站住脚 在电信产业站住脚 对于产业有一个更深的理解 包括中国移动 当时的副总经理卢向东 这个梦望就是他提出来的 市场部数据部都给他管 我们是合作的蛮默契的 很多的配合 当然包括在做投资以后 做天使的时候 我们拉了一帮朋友一起来做 当时红山还在我们这里投了一点 当时红山令 其实红山中国是 是男朋友张帆一起创立的 后来张帆走了 但当时张帆跟我关系很好 所以张帆觉得你们这思路不错 稍微稠一点点 包括像后来的 就一起做的像公寓 他们都是跟我们一起做点天使投资 一起玩的 然后到后来做风险投资的时候 就是薛满子 老薛当时正在微博上正热的时候 我们也是在微博上认识的 我之前不认识的 但是来一聊 他就你这产业理解不错 方向也不错 我们就说我们正好在做VC 其实这之前 薛满子做了好多年的天使 一直不肯做风险投资 一直就做天使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跟我们就看对眼了 就说这帮人不错 就做了一个风险投资基金 所以我们进风险投资 从我们是原来做咨询 从咨询进到天使投资 是个个人行为 拉了一帮朋友就做了 但天使投资做到风险投资 就是要变成机构 那个就有一定的实力 其实是老薛帮了很大的忙 然后变成风险投资 后来我另一个合伙人叫吴小梅 他原来也是中国IT 也非常非常资深 我们要做跨国的风险投资 我们需要募美金 就是用他的人脉来募的美金 我们到美国去做的风险投资 这个我们回头来理解 年轻的时候不懂事 就觉得什么事都应该自己很强 自己要越专业越牛越好 后来慢慢慢慢 就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做特许型 就理解这个就有了这个心态 就是一个人能力再强也是有限的 今天这个时代做成事 是要大家协作 如何把一堆长板协调起来 就是那个最重要 说白了木桶理论 木桶理论 那最重要是那个捅的孤 那个孤孤不住 再强的这个板 它就没有形成合力 所以这个就是 大家能够形成合力是最主要的 但是过程当中 确实是受了很多人的恩惠